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我们越西地区 最好吃的白翅膳鸡 其实就是湛光鸡 而在湛光鸡当中 尤其是湛光安普这个地方的鸡 就更加最为好吃 今天本地的朋友 就带我过来茂名水东这里 吃一间由湛光安普的老板 开的湛光鸡饭店 就是这间陈记饭店湛光鸡饭 今天除了过来吃湛光鸡之外 朋友还一早打电话给商熟的渔民 订了这些海鲜拿过来加工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很多漂亮的海鲜 早就已经在上水的那一刻被交易了 小食是萝卜皮和花生 花生的味道很特别 是滷水过后再来招演 首先就上来一个湯 练藕花生煲猪骨 本地的朋友介绍说我们这边煲汤 时间没有那么长的 虽然煲汤的时间没有老火汤那么长 但是用土猪骨加本地的练藕 这口汤一样都是清甜好喝 中午吃饭就不要喝那么多酒 喝一小瓶古令神酒就可以了 这间店在我们店白食杖光鸡 是非常出名的一间店 哇 这道鸡很漂亮 哇 这道鸡很漂亮 哇 这道水 食杖光鸡的点料 沙姜蒜蓉配豉油 我喜欢吃沙姜 我就放沙姜 可以沙姜拌蒜 我给他浸过来说 他用广州的营崩馆 对面马路那边 回来那边有这么多 有一条小巷走进去 有什么吃的 有间店会说这么多些 但是它是三四张台座 什么都没有的 只要浸鸡 热烤 我试试 很好吃的 是吗 叫什么名字 我又不知道 越西人都说迎宾馆 对面那间食鸡店好吃 到时候一定要找那间店出来 唱多歌炒茄子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常菜 如果说我们的越西饮食 和广府的饮食 有什么不同之处 可能就是越西的菜式 会更加着重于食材的新鲜度 一只好吃的八尺鲜鸡 必须要是走地散养旧日子的鲜鸡 将它慢慢浸熟再过冷水 入口鸡皮又脆又甘香 鸡肉嫩滑 入口维甜 这里的鲜鸡 我真的忍不住 吃完一件又一件 在我们越西地区 漫漫皆可白切 由于我们就特别喜欢吃 鸵鸡肉串 zero instruments 還有给我们吃 etch岳鸡肉串 这个鸡肉串 鸡肉串 鸡肉 mouvement 而相当场 又能聞到范串 妹静 勺 吃白切鵝是要蘸姜蓉 姜蓉剛剛做的還是熱辣辣的 美極煎 今天我們吃的這些生蠔 就是朋友一早跟漁民預訂好的 有關預訂回來的食材不一樣 上湯九幾秒 九幾只拿最嫩的那部分上湯 除了吃線雞 雞的雞紅也千萬不要錯過 入口超級滑 熟了也這麼大 老闆 拿你的手來比一下 選最大的米 很容易 這麼大 今天的生蠔用的是美極的做法 味道清淡不會太濃 很嫩 一枝渣也沒有 可以 這些生蠔真的做不到 做不到生蠔 做不到生蠔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白刺鵝的下巴和鵝頭 吃的時候一定要點足夠的薑肉 無論在哪裡吃東西 有地膽大就真的不一樣 香煎粉蒼和海蝦 今天的蝦只有三隻 不是養殖的 是在小海撈出來的 粉蒼不是時時都有 聽聞這種蒼魚是長不大 其中一位朋友比較喜歡吃辣 所以就點了一個剁椒魚泡 這是什麼魚的魚泡 大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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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條粉蒼來吃吃 粉蒼和其他蒼魚有什麼不同呢 讓我問問朋友 要先走 要粉蒼 什麼 要粉蒼 為什麼呢 要粉蒼 這隻不能等一隻 就是這麼大 哪個粉蒼 粉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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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麵粉 麵粉 粉蒼 粉蒼 是否覺得今天三隻蝦很奇怪呢 朋友就解釋說 這些海域的蝦特別好吃 有錢也買不到多 今天所相識的那個漁民那裡 只撈到這三隻 八隻線雞 除了雞肉雞紅之外 雞腸也非常好吃 入口是爽脆的 裡面拉著少少油份 非常香口 跟其他大海蝦有什麼不同呢 味道不不同 鮮味多一點 對 香口一點 鮮味多一點 有蝦味 即是有錢也買不到 不可以 有錢也買不到 不可以 今天只有三隻 這個粉蒼 粉蒼 不要是人家煮的 還要適合 來到這裏 除了吃斬乾雞之外 還記得一定要吃他們的雞油飯 飯裡面加了鮮雞的雞油和少少鹽分 入口非常香 類似於我們平時所吃到的海南雞飯 今天這一頓 我也不知道什麼價格 因為有幾樣是自大 總之就是要多謝朋友 帶我出來吃這麼好吃的 站光雞 今天的視頻 在某名水東吃當地最出名的 站光雞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